大家好,我是Ochaya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款游戏机的模拟器 什么游戏机呢 是任天堂的红白机 美版叫NES 日版叫FC 在国内那时候管它叫八位机 任天堂的八位机或者是红白机 我小时候玩过很长时间这个游戏机 家里面先后买了两台 后来都送人了 虽然都送人了 后来有了电脑 在我的电脑里一直保留着这款游戏机的模拟器 因为在我的童年里 特别是寒暑假的童年记忆 几乎都是在玩游戏机 所以说这款游戏机对于我来说 是充满了回忆的 充满了情怀的 我以前分享过一个视频 是在苹果笔记本上 安装了一款OpenEMU的模拟器 这是一款集成的模拟器 它这里面不但有任天堂的FC 就是NES 它还有超级NES 就是超任 还有世家 Gameboy等等 好多老游戏机上的游戏 用这款软件都可以玩 这个模拟器介绍的视频分享之后 我看到有一些评论 说OpenEMU 就是这款模拟器 它的FC模拟器就是任天堂红白机模拟器 模拟的特别完美 我在玩的时候也感觉到了 感觉相当到位 特别有小时候玩八位机的味道 有那个感觉 OpenEMU它只是个软件 不同的游戏机 它需要不同的内核 这款软件运行任天堂红白机 它有两个内核 一个是FCEOX 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这个NES TOPIA 这两个是内核的名字 这款模拟器它只是一个外壳 这款模拟器软件 它只能在苹果Mac电脑上运行 我们在Windows电脑上 怎么能玩到接近原汁原味的FC游戏呢 那就是运行这两个软件 其中之一即可 因为这两个软件 它都有Windows版本 最近这些年 我没有特别研究Windows平台的FC模拟器 我的电脑里一直保留的FC模拟器是这款 我们在国内经常搜到的也是这款FC模拟器 但是看一下它的时间 最新更新日期是2007年的10月18号 版本是0.97 我在用这款模拟器玩FC游戏的时候 发现它的手感不对 感觉速度有点快 有点跳针 关于帧率的快慢 或者是跳不跳针 我感觉是模拟器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电脑随便一台电脑都可以完美运行FC模拟器 这个余量肯定是有的 甚至能多开很多台FC模拟器 也就是说现在电脑的性能是完全够用的 那么为什么在玩一款老游戏的时候 还会出现跳针呢 手感不对呢 我感觉就是模拟器的问题 我后来换成苹果笔记本上面的OpenEMU模拟器 它的感觉它的速度是很接近我小时候玩游戏的速度的 关于怀旧的这个感觉 以及小时候玩的那个味道 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 一个是模拟器 另外一个是ROM 就是这个游戏的ROM 比如一个最简单的游戏 就是那个Mario 超级玛丽 小时候玩那个卡带有很多版本 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版本是76合1 这个76合1的ROM 我在网上找到了 它竟然有两兆 这76个游戏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我找到了小时候玩的那盘卡带的ROM文件 只需要在不同的模拟器里面 运行这同一个ROM文件 看看哪个手感最对 哪个手感最接近小时候的那个感觉 那说明这款模拟器是最能怀旧的 这是我的一个评判标准 各位请供参考 首先排除这款模拟器 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两款了 OpenEMU模拟FC游戏用的就是这两款模拟器的内核 其中这款模拟器的内核 它的最新版本是2008年的6月11号 距离现在也12年了 这12年一直没更新 那么这款呢 它的最新版本是2016年的7月28号 距离现在4年了 但是它现在有一个测试版 测试版是2020年更新的 还是比较新的 我在这用的是2.23版本 也就是2016年的版本 是一个正式的版本 不是测试版 这个视频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款模拟器 因为这款模拟器我感觉用起来比较舒服 界面比较友好 如果大家喜欢 可以把这两款模拟器都下载下来 亲自试一下喜欢哪个用哪个 这款的界面不是很友好 设置的地方很多 但是它一直在更新 也是比较有潜力的 这款模拟器自带中文 在选项里可以选择语言 打开游记的方法也很简单 直接选择打开 然后选择桌面上的76合1 就是这样的 这个界面和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界面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选择1 第1面 第1的第8个就是超级玛丽 刚才说过一个问题 是手感 手感要和小的时候玩的一样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画面 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都是用的 21英寸的那种CRT显示器 CRT的电视 机电视的线材应该用的是AV线 或者更老的那种线 图像绝对没有现在看的清晰 它的分辨率是很低的 而且是有一行一行的那种 隔行扫描线 液晶显示器显示的画面 和小时候玩的那个画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画面也要改进一下 在选项里有一个视频 视频里面有一个滤镜 现在是标准 我们看一下这个NTSC 这个感觉就对了 至少说接近小时候的那种感觉 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它还可以调这个线 让线更清楚 可以少给一点 然后下面有一个双线性插补 这个看个人偏好 我喜欢加上 除了NTSC还可以选 比如说2X SAI 这也是一种滤镜了 还有 Skyl X 这个滤镜显示的很清晰 但是没有小时候那个味道 还是选择它吧 NTSC 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就是主机的制式 点击主机 然后下面有一个制式 我现在选择是N制 N制在这显示的是60帧 小时候玩的应该是派制的 小时候我特别关注过 家里的电视支持NTSC 也支持派制 当时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但我知道用的是派制 派制是25帧和50帧 NTSC是30帧和60帧 每秒 这是FPS 好了 现在选好了 我们可以玩一下 这个一走啊 就能看出来 能感觉出来 因为它有一个惯性 从哪摁 从哪跳 就能看出来 选小时候玩的路子 这是个失误啊 在这儿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右上角的这个秒 这个秒后来我发现速度特别快 最后那个个位数停车在6的时候 会出现礼炮 我小时候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我没有感觉这个时间变化这么快 但是后来用模拟器玩 换了很多模拟器 发现这个秒过的都是特别快 现在我也在怀疑 是不是所有的FC模拟器 这个时间都不对 开始我还不知道 这能跳上去 是同学们告诉我的 可以从上面走 而且还可以跳关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也没有什么杂志和书 介绍这些东西 全凭着口口相传 这款游戏 我竟然通关了 在不能保存记录的情况下 我竟然通关了 一共8个大关 每大关有4个小关 最后一关是第8关的第4关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迷宫 当时感觉特别棒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集再见 没有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